朋友们,晚上好啊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河南郑州的 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由于他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然后到了郑州那边打工上班,这么引发出来的 咱们的蔚兰跟我说,说我呢,都是河南人 但是呢,不是河南郑州省会的 我们是河南周边小城市的 大学毕业之后啊,本来是想留到上大学的这个城市工作的 结果发现郑州那边飞速的发展 我们感觉啊,回自己的家乡工作 必定说话口音什么的都比较通畅 比留在南方这边要顺利一点 而且呢,郑州的房价消费租房子相对价格较低 所以就并没有留在自己上大学的这个南方城市 不过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不能算是最最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我大学这几个河南同学里边 有一个,人家他们家是郑州的 而且他爸在郑州吃的特别开 自己呢,手底下有餐厅,有酒店,还有公司什么的 说白了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郑州去工作去 等于跟他是有关系的 那会儿呢,他就跟我们说 这郑州啊,现在发展的特别快 你们呢,是没到郑州那边看看去 实际上咱没必要留在南方,还不如回到郑州了 而且到了郑州那边,我找我爸找关系 看能不能给你们帮上忙去 所以呢,就这么着 这里边就有个别的几个同学 就非常信服这个家里有钱的同学 真的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跟着他准备到郑州混去了 结果这么确定了之后 蔚兰说 我有一个同学 这同学跟我们平时挺要好的 尤其是他和这富二代关系是最好的 所以他是我们当中啊 第一个跟着这富二代大学毕业之后 到郑州闯荡的 所以说他们俩的关系走的是最近的 同时,咱接下来讲的这故事 也就是发生在我这同学身上的 那等于就是这个同学 就像蔚兰说的 毕业之后就跟着这富二代 到郑州那边混去了 到了那边混的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 这富二代也并不是说吹牛的 到那之后就帮着这个同学 安排了一个工作 弄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这接下来 在郑州干了有大概不到一年左右吧 这个哥们呢就觉得自己呢 各方面的条件呢 已经达标了 工作经验也都有了 所以就准备呢 在当初一开始刚到郑州 找到这个工作的基础上 开始研究跳槽了 其实这都是办公室人的正常的操作啊 跳槽也都是非常正常的 人家干了一年多了 对不对 有一定能力了 而且再加上这小子 当初学的专业非常抢手 所以说呢 这新的招工启事刚一发出去 没些日子就有公司找的了 大概决定跳槽之后 有这么一个多月 就有这么一家大公司看上他了 而且这家大公司是个外企当时在郑州这边是做新能源的 那简直是前途量发展无限的 所以这小子连琢磨都不用琢磨 就决定到这家公司上班去 但是到这家公司上班去 有个麻烦的事情 其实也不能较多麻烦 但是多少也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公司他当时建设在开发区的 但是这小子原来租的那房子是在郑州市中心的 也就是说 每天他如果从自己租的这房子到开发区上班去 得大概路上耽误一个半小时左右 所以这就有点不合适的 但是跳槽跳得非常突然 人家那边公司要求他下周就开始正式上班 这一下就麻烦了 每天早晨起来弄的是头昏眼花 因为早晨起来七点之前就得起来 这儿再赶到公司 到那儿是天天睡觉睡不够 结果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跟这富二代小伙子说了 这郑州的富二代一听 自己哥们儿由于住房的问题正在为难 这小伙特别仗义 主动的就跟这个同学说 哎 别担心了 不就房子吗 你那开发区那边我们家有房 而且离你公司特别近 我一会儿回家我就问我爸 问问他租出去了吗 我爸大概是三年前吧 收了好几套抵债房子 那房子就在那空着了没人住 如果他要是没租出去 我立马让他租一套给你 以最低价格租 如果要是租出去了 你也别管了 我负责清理 我把他清出去 我怎么着给你弄一套 哎呦 当时这哥们儿一听 太狙击了 太仗义了 真够意思 真不愧是哥们儿大老远的上这儿投奔你 有什么事找自己的兄弟是真能解决了 结果果不其然 这富二代回到家里边真的就开始询问他爸了 爸 咱开发区前一年你瘦那房子还在吗 他爸一听你转眼珠 哎呀 还真的呀 咱家开发区还好几套房子了 我都给忘了 嘿 这富二代一听啊 爸你是真大心的 家里的房子你都不知道在哪了 朋友们呢 这就是有钱人的痛苦啊 自己家的门有时都忘了朝哪开了 为什么 因为家太多了 他跟咱不一样 咱这一辈子就一个家 那能不认门吗 但是这富二代问完之后 发现他爸房子根本都忘了 那不用说了 那证明没租出去 这孩子直接就找他爸要钥匙 爸 你给我一个钥匙 我要一套 我那个什么 我同学在那边上班 我想租给他 他爸当时一听 啊 这不合适吧 那房子打买来之后 咱都没去过 撂了三年了 那里边能住人吗 他儿子马上就告他爹 哎呀 我们要求不高 我同学外地的在这边工作 再说了呢 房子是新小区 怎么不能住人呢 你当初收的时候 不跟我说是样板间吗 他爸当时挺高兴的 说实话 因为他儿子对家里的事 比他爸都上心 他爸都忘了 是不是什么样板间了 所以呢 那根本也就接下来 没跟他儿子提要多少钱租金 到底怎么回事 直接呢 就找他妈 开开柜子里边 开始找钥匙 一下子拿出一大串钥匙来 因为开发去那边有六套房子了 直接扔他儿子手里了 这钥匙牌上啊 都有地址 你按这个去吧 这地址啊 当时小伙子拿起来一瞧吧 还是当时法院法拍时写上的字了 也就是说这些年 这房子他爸是一动都没动过 那然后这富二代等于把这事办成了 给他哥们解决了 甚至都没提到过房租 所以当天的晚上 十一点多 这富二代就给他哥们打电话了 喂 别管了啊 成了 明天带你看房去 但是咱俩得找 我都不知道房在哪 那又当时这哥们在电话里边一听 太高兴了 这哥们太到位了 所以转过天来 那不用说了 俩人一块 富二代开着车 高高兴兴的就找房子去了 可是这接下来 房子找着了 到中午呢 就找到了第一间房子 俩人开门进去 进去之后 那富二代是贼失望啊 本来是刚想给同学弄个良好环境的 结果一打开门 这房子可不是当初他爸说的那种样板间 明显是有人居住过的旧房子 并且两年半左右没进来人了 里边东西都快坍塌了 而且一开门之后啊 里边是乌烟瘴气满是灰尘 房顶上还挂着蜘蛛网呢 一下子这富二代就觉得爹面子 咱再看一套 这套可能是旧的 然后拉着他就开始去各自房子看去 好嘛 接下来几套房子全看了个遍 这刚刚第一套看的那个还是最好的 剩下的就更差了 甚至有一套房子里边 貌似让人砸的砸弄的弄 可能是当初吧 必定这是抵债房子 房主带过情绪 把里边房子都给破坏了 所以这富二代当时看完了 是自己是极为的失望 甚至开始都觉得有点对不起 这小伙伴了 但是这小伙伴这会儿的看法和这富二代他是不同的 这小伙伴他什么罪都受过 他不像这富二代 眼光这么高 因为他觉得这个房子对于他来讲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有点旧 但是里边设施是齐全的 什么床啊烂七八糟的都不用买 所以当时他就告诉这富二代说 哥们你这已经帮我太多了 你这帮我解决的可是住房的问题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还先破呢 我觉得那第一套就非常的好 而且第一套那个楼从后门出去一拐弯 我走到十五分钟都能到我们公司吗 还能有比什么这更好的吗 这富二代一听那既然你满意 那我就不管了 然后当场就把这钥匙交给这哥们 交给他的时候还说了一句 你拿着随便住吧 无所谓 钱不钱的你也别琢磨 哎呦 这哥们此时感觉到那简直是天生掉下一块大馅儿病来了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 所以当天晚上这小伙子就开始啊 一个人跑到这房子里边 收拾屋子去了 前边咱说了 这房子两年半没人住过 小伙子进去打扫的时候 挺费劲的 大概这天是晚上六点多 自己带着一些工具区的 干到晚上十点左右 还没出具规模了 屋里边没有一个地儿是干净的 你想想好几年没人了 那里都楼了 等于是干到了十点多钟 还没干出个规模来了 那房子里边都不成样子 那房子里边都不成样子了 可是实在是干得太累了 刚刚准备坐在沙发上 点个烟想抽口烟还会儿气 可屁股还没坐稳当了 只听见家门外边的大门那儿 传来敲门的声音了 这敲门的声音 把咱这小伙子一下子吓了一激流 谁啊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呢 因为他这会儿还没搬进来了 并且这房子好长时间没人住了 谁大晚上上这儿来 所以当时这敲门声其实并不可怕 但是把这小伙子吓了一激 立马就站起身来了 谁啊 谁啊 可是小伙儿照着门外边问了两声 外边没人说话 小伙儿这会儿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就朝着大门走去 然后透过猫眼 就照着大门外边瞧 结果照着大门外边一看 一看门外边站着个男的 这个男的四十多岁 穿的衣服看起来像个老板 一看挺有身份的 这会儿这小伙儿就开始有点误会了 他就琢磨 哎呀 这不会是我同学他爸爸 您看 这小伙儿这会儿误会了 他认为外边那是同学他爸 由于人家打扮得比较干净 看起来像个老板 他就误会是不是他爸找来了 同学刚把这房子给到他手里 他还没住踏实了 他心里边 他担心呢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呢 他这会儿稍微有点紧张 伸手直接就把木门拽开 然后透过防盗门 就和外边这中年男子说话 小伙儿当时说 哎 您好 您是找 这找字还没录了 这中年男子就跟他说 啊 那个 我来看看 你 你 你住在这儿呢 是吧 您看这男的说的话了吗 让人不得不误会 小伙儿当时就当成是他同学他爸了 立马就说 哦 您 您是王 王叔是吧 我是王泽同学 我 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今天王泽刚给我的钥匙 我一看晚上过来 我在这儿收拾屋子了 但是这小伙儿说完了这话 外边这男的 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跟他说 王泽 哦 哦 我 那个 我不是王泽他爸 啊 我就上这看看来 我看这房子住进来个人 我就想看看是谁 然后听到这儿 咱这小伙子就有点懵了 什么 你不是我同学他爸 你上这看看住的是谁 你有病什么这人 立马态度他就转变了 您 那您是谁 您是邻居是吗 您还是物业的 您 您看看我干嘛呀 我怎么了 我 我不能看看吗 我看看这房子是谁住啊 不是 那您是干什么的 您看看这房子是谁住 这是您的房子吗 不是我的房子 那我就不能看下吗 那您就没必要看一下了 这跟您没有关系 您也不是我邻居 也不是物业的 也不是我房东 您上这看这干嘛来 这房以前是我的 而且 我有时还会来的 现在忽然间半个大活人 小兄弟 我不能看看吗 嘿 这男的说的这些话 这小伙子就更听不懂了 但是忽然间他脑子里边 萌生出来一个念头 对了 同学跟我说了 说这房子是他爸底债过来的 难道 这是欠债的那个人吗 立马就问他 哦 我知道了 大叔 你是原房主是吧 你是看这个自己的房子 搬来人了 你上这看一眼来 是这意思吗 这房子现在不属于你了吧 你看 这小伙子反应其实挺怪的 这大叔呢 当时的表情就已经告诉小伙子了 好像他猜对了 他就是原房主 然后这大叔 就回答这小伙子说 是啊 房子以前是我的 后来抵给那个姓旺的了 但是有时候我还来 这房子我有感情 这小伙子这下听懂了 哦 合着你上这浪张来了 这不影响我吗 对不对 这房子又不是你的了 他立马态度变得更不好了 马上告诉这男的说 那这房子现在不是您的了 那您还上这干什么来呀 再说了 您这这么晚了敲人家门 这不太合适吧 这男的当时听完这小伙子说的话 立马站在门外 脸色也变了 你这话不好听啊 对不对 再说了 他这是抵债抵出去的房子 你这不瞧不起人家吗 然后小伙子一看 也没啥话说了 怪尴尬了 就问这男的 那您还有事吗 没事 您以后别来了啊 那我关门了 哐 说着话就把这门 棒给拍上了 这关完门之后 他就又坐在沙发上 继续抽着手里边生的半支烟 脑子没想这么多 就觉得刚才那男的 他妈傻逼有神经病 脑子有毛病 房子都赔了 你又上这看什么来 对不对 有病吧 但是这事直接就忘在脑后了 然后这天呢 是足足干到了夜里边 可能得接近十二点了 但是最终 由于实在太晚了 打车回自己租的那房子太远了 所以小伙就放弃回去了 干脆当天晚上就睡在这了 可是这天晚上他睡着之后 大概睡到夜里边两三点的时候 这小伙子竟然冻醒了 当时夜里边醒了呀 他开始检查部里的空调 怎么检查这些空调 没有一个是开着的 而且这会儿郑州正处于夏天 最热的时候 怎么他这房子怎么奇怪呢 难不成这屋子里有中央空调吗 感觉屋里也就个十五六度的样子 但是经过了一番寻找 这屋里没有任何的中央空调 甚至开着的这些窗子里边 没有一个是能挂进来一丝微风的 那这屋里咋怎么寒凉呢 可是凉归凉还得忍着呀 必定这会儿三点了 他上哪找被子去 人家园坊主留下来 没留下那些被褥什么的 虽然都有那些家具 他只能这么忍着了 干脆到最后呢 就团着 团在沙发上就又睡了 这些小插曲过后 睡到了转天早晨起来 大概九点多钟 早晨起来 这手机电话响 然后一接起来一看 是他那富二代同学打来的 同学就问他 怎么着啊 房子收拾完了吗 没收拾完 我昨天在这收拾了一夜 干到十二点多 然后睡在这儿了 对了 你们家这房子怎么这么凉困 这连空调都不用开 同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凉困 他也没住过这儿 我也不清楚 不知道 你干嘛去一会儿 一会儿我哪儿都不去 继续收拾 今儿我把卫生做出来 然后明儿开始搬 搬完之后 后上班了 哦 行 那我一会儿没事的 我开车找你去啊 我给你买吃的 行 那你一会儿过来吧 然后接下来 大概就是十点多左右 不到十一点 他这富二代同学就来了 来了之后 两人就聊天 聊着聊着 说着说着话 就说起来昨天晚上的事了 他就七了夸啦 七了夸啦 把昨天晚上那男的来着看房子的事 给这富二代说了 可是这富二代当时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 根本没把他说的这昨天晚上来了个男的的事情放在心里边 然后 富二代给他买了卖当劳了 两人就吃 吃完之后 大概是十二点多 富二代搞他说 我得去趟我爸公司 我没法帮你干活了 你自己忙活啊 然后 我得撤了 然后呢 富二代开着车就奔他爸公司走了 接下来就是咱们小哥哥自己在家干活收拾屋子 可是 您猜接下来怎么着 接下来咱这小哥哥呀 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的出具规模 算是把基本的基础卫生擦好了 累得他已经这会儿都拾不起个儿来 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半左右 他接了个电话 这电话打来之后 差点把他气疯了 这电话是这富二代打来的 当时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喂 你干嘛了 还收拾屋子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了不好的消息 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那卫生做完了吗 做完了 差不多了 应该晚上再弄弄的 明天就能搬了 我实在对不住你啊 这房子你不能住了 但是你别急啊 我给你换一套 咱不还好几套了吗 昨天有一套里边装的也还过得去 咱搬那套就行 啊哥们 为什么呀 这套房我爸要用 临时的 要不我给你花点钱雇个阿姨 给你做做卫生吧 等于就是 就是反正你就这两天白干了呗 我这小伙当时 他心里特别难受 因为他知道自己以后要长期坐在这 所以呢 把这房子的卫生搞得特彻底 问题是这刚干完活 这心里得多大的落差呀 但是 只能憋着不能说呀 这人家白给你的东西啊 那你还怎么着 你还跟人闹什么 所以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人家 嗯 行哥们 那 那就 搬那边那套吧 哎 反正 总之你这是帮我 我不能影响了你们家呗 你看 这不就是说句科技话吗 实际上心里边一堆怨言呢 但是他万没想到 这富二代一听完他说 他同意可以不住在这要搬了 富二代当时在电话里边是过度的兴奋 告诉他说 那行 那我现在就接你去 咱 咱现在 我先带你吃饭去吧 算我给你赔不是的 让你白干活了 然后今天 聊不明吧 明儿我带个阿姨 然后咱一块去收拾那房子 反正这边你今儿就别在这带着了 富二代当时说完这些话 小伙觉得挺奇怪的 怎么怎么着急不让我在这带着呢 是不是你们家这房子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那男的来了 找你爸爸房又要回去了 但是在电话里边 不能问人家 只得在电话里边答应人家 就按人家说的办了 于是接下来 富二代的确也是遵守了诺言 给他换了一套房子 但那套房子没这边条件好 然后呢 晚上又请了吃点饭 并且转天的确又帮他找了个阿姨 但是在他的心里边呢 他还是对昨天那房子好奇 他就忍不住了 就问这个富二代 那房为什么不能住了 但是富二代回答他的是支支吾吾 当时他想的是 应该是猜对了 应该是那天晚上来的那个男的 找他爸爸房又要回去了 等于这房可能不属于他们家的 不过到了后边 慢慢的一天一天的时间过着 小伙的逐渐步入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居住在富二代 给他的第二套房子里边 工作也都挺顺风顺水的 在之前呢 刚开始换新房这会儿的一些小插曲 他都完全忘在脑后了 然后就是 过了有这么三个多月了 有这么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他和富二代 还有几个小伙伴约好了 要到一个地儿吃饭去 结果晚上呢 别的朋友带来了几个美女 所以他们比较高兴 喝酒喝的有点多了 然后几个小伙伴喝多了酒 扯着扯着 就把酒桌上的话题 给扯到身边的一些灵异故事上来 但是这接下来 这故事是越讲越神秘 然后忽然 稍微喝多了点的这个富二代 就在酒桌上告诉大家说 我跟你们说个事 你们知道咱们屋里边 有一个人是真正见过鬼的吗 大家伙一听 马上顿时酒桌上的气氛 就更加神秘了 其中就有人说 谁啊 谁真正见过鬼啊 然后此时 所有人的气氛开始进入 高压式的紧张中 在座的 当时有咱这小伙 小伙当时还跟着 富二代在那傻呵呵的猜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他呀 那是不是他呀 哎 哥们 不会是你见过鬼吗 当他说到 哥们是不是你见过鬼 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的是谁 说的是这富二代 这富二代就忍不住了 还我见过鬼 你就见过鬼 你自己都不知道呢 啊 我 我上哪见过鬼啊 我没见过 你见过 我没见过 我打小我就不看 连孔变影我都不看 我上哪见鬼去 你还记得 刚开始给你找房子的时候 先给了你一套房子吗 进去你还做了一大堆卫生 结果 他给你换到现在这间 记得啊 那房子我白收拾了 哎呀 其实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但今儿咱把故事聊到这儿了 我就给大家讲个真的 那个房子 你不是说晚上有个人敲你门来 他说他是这儿的原房东吗 啊 对啊 有有有有有 有这人怎么了 你别跟我说他是鬼啊 没错 哥们 他就是鬼 什么 他怎么是鬼呢 哎呀 我怎么跟你说呀 实际上这事我是不想告诉你 但今儿咱聊到这儿 那男的 我爸认识 他那房子就是他亲手抵给我爸的 只是我爸没去过那间房子 但是这人我爸可是记得 这人呢 以前也是个富商 后边呢 公司上市 跟人做对赌 结果协议出问题了 被人骗了 道歉了别人可能得二十多个亿 其中 也有我爸的钱 他可能觉得是人生没有任何方向 这辈子也还不清这些东西了 所以呢 现在就自杀不活了 但是在自杀之前 把房子什么的 能还的就都给这些人还上 这人已经死了 有快三年了吧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为什么那天晚上 我忽然间找你 让你离开那间房子了 朋友们 晚上好啊 今天这故事啊 非常特殊啊 我得给您先讲一下 这侯家厚到底是个什么地 我敢说 现在甚至很多本地天津人 他可能都不知道 这侯家厚在哪 但是自要是在老城里一带 长大的孩子们 他指定清楚 侯家厚就我们家门口 没错 因为这侯家厚啊 紧挨着大胡同 而且还挨着观音号 就在天津当年最旺的地界 并且啊 这个侯家厚啊 当年兴起来的时候啊 是由于天津 它是个码头城市啊 卸货的运输的 工人们干活的旅游的 这什么都有 都在天津这边集会 结果他们上了岸之后 没地去啊 得找地儿落脚 休息吃东西啊 所以就跑到西岸边上 一个叫侯家厚的地界 那几百年来 慢慢的 这侯家厚 在民国之前 早就已经形成了 这么一个商业街 并且这条商业街 到了民国的时候啊 那已经是非常红河了 按照天津老城里的人呢 都知道 这在天津做大生意的人 好多商户都坐落在侯家厚 所以那这商户集中多了 这地儿自然就会乱 人多闲杂嘛 所以就会经常出现着奇闻怪事 那接下来给您说的这故事 就是发生在侯家厚的 而且故事的主人公 那绝对算得上是侯家厚 数一数二的大买卖人 并且这件事啊 当时在侯家厚流传的 那绝对算得上是当时啊 特别吓人的都市传闻了 今儿要说这妈妈人啊 姓商 几代人在天津做生意 做得非常好 而且呢 到了民国这会儿呢 商老板家里 已经算正式的天津人了 因为人家打外地来了 在天津待了到两代人左右了 那这商老板家里 是干什么的呢 我告诉您 您吃过咸鸭蛋吗 松花 还有腌的咸菜 对了 商老板家里边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 您千万别瞧不起这门生意 因为商老板家里边 是前店后厂 雇了可能得两百多个伙计干这些活 您琢磨琢磨 可想而知 这生意 别看做的是特阶低气的品项 可是 生意做的是奇大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商老板也不知道在哪干了什么事 招来了斜碎 有这么一年的冬天 商老板的商号出了大事了 这商老板呢 大概在十月份左右 天津的天气刚刚渐凉 就叫伙计们下缸 下了八缸咸鸭蛋 这八大缸咸鸭蛋呢 我告诉您多大个啊 这一个缸 口径可能就得有 小两米长 得一米好几 这一个缸里边 能蹲进去三个大小伙子 整整在这八个大缸里边 下了八缸满满的咸鸭蛋 而且还不止是这些 缸头上为了闷住这咸鸭蛋 不让它进空气 不让它进细菌 把这缸头上压上了 三寸厚的大石板 而且石板上面 还撂上大青石 就为了死死的 封住这咸鸭蛋 好到了等到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 能迈上个好家去 当时这些事 商老板派着伙计 足足忙活了三天 接下来呢 全部封好了 刚弄好了 就是放在后厂房 等着咸鸭蛋成品了 可是就在这功夫 忽然间有一天 商老板家的一个伙计 呆好好的封了 而且封完之后 是满嘴的胡说八道 这伙计当时闹的是什么呢 吓死我了 有小人偷咸鸭蛋 有小人 有小人偷咸鸭蛋 好嘛 这伙计闹的当时就是这样了 给大家伙都给闹迷糊了 这怎么回事 可是他说 有小人偷咸鸭蛋 问题是又没法开钢盖检查 因为那会儿啊 这咸鸭蛋是贵重东西 都是要贴封条的 不是闹着玩的 还有这刚开开 万一咸鸭蛋烟臭了 没烟成 谁负得了这责任呢 所以这事儿 当天闹起来 到了下午 就传给商老板了 有人就汇报给商老板说 东家 咱来趟商号吧 这边出事了 结果商老板到这一看是这个情况 不行了 他既然说有小人偷咱家咸鸭蛋 是不是咱家腌那些咸鸭蛋出了问题了 立马商老板这到了晚上七点多钟 才下令叫人随便打开一缸看看 看看咸鸭蛋到底出没出毛病 结果您猜怎么着 把这咸鸭蛋的缸的封条一揭开 把缸盖一掀 只见这口大缸里边是空空如也 一颗鸭蛋都没有了 顿时间在场的伙计还有老板 就都蒙圈了 这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是有伙计把鸭蛋偷了 偷完之后把缸又重新贴上封条 再封上的吗 所以一下子商老板就急了 就把接下来八缸鸭蛋全给打开了 可是打开完之后 更他妈傻眼了 整个八口大缸里边是一颗咸鸭蛋都不剩 除了剩下咽咸鸭蛋的卤水以外 什么都没了 那朋友们 这事搁那年代可就闹大了 这八缸鸭蛋搁现在也值不少钱了 搁那年代这是特别金贵的东西 当天晚上 这老板就直接报了官了 可是官家来了 审查了一番之后 找不出任何纰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伙计偷一个两个 他们偷吃的是正常的 你说这八缸鸭蛋那得是多少东西啊 伙计偷完干嘛去啊 弄哪去啊 再说了这八缸鸭蛋 这封条都没揭开 他们是怎么投的呀 所以再加上民国那会儿的警察 和咱现在社会警察那完全不同了 给伤老板打了打马虎眼 还收着伤老板点钱 然后事也没给伤老板办了 结果呢 当天晚上就走了 那这警察走了 走完之后 伤老板心里别扭啊 越琢磨越不对劲 哎呀 这不吉利啊 这太好好的 八缸鸭蛋没了 这事在伤老板的心里边 就死活过不去了 这天晚上 伤老板是足足响了半宿 等到夜里边三点多 才睡着了 结果等到早晨起来 伤老板一醒了 跟这事就较上筋了 立马派人赶快快速进货 再给我满满的装上这八缸鸭蛋 我他妈倒要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人偷 并且 伤老板还特别的每个伙计 给多加了一点钱 整整找了八个伙计 连夜拿着大棍子什么都不干 你就给我守着这鸭蛋 我看看这鸭蛋 他还能不能丢了 那这老板一声令下 近些鸭蛋从前腌日上 对于伤老板的伤口没压力 所以很快速度的就执行了 并且真的派了八个伙计 是见天守这八个大缸 当时这八个伙计 轮班的住在这大缸仓库的正对面 而且每天晚上是轮班睡 有四个人是绝对不能睡觉的 但是这接下来 盯的头四天 没发生什么事 平平静静的 赶等盯到第五天晚上的时候 就出了邪声了 而且这邪声把盯夜的这八个伙计 吓得直接跑出单位外边去了 甚至等到转天早晨起来 这八个伙计都不敢进仓库 那这出了这么大的事了 大家伙得问他们呢 怎么了 你们怎么吓成这样呢 结果您猜这四个伙计说啥呀 这四个伙计告诉他们说 完了 这回完了 我们就是对不起尚老板了 这跟钱没关系啊 尚老板给再加多少钱 我们也不在劲干了 大伙得问他们呢 怎么了呀 到底是你们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结果他们说 我们真的是实在对不住尚老板呢 咱们家藏工闹鬼 这里边我们待不了了 但是咱说心里话 那时候的人呢 跟现在人不一样 不能乱传老婆舌子 而且人家是商铺 所以说呢 这几个人就当天没把自己遇到的邪事给公布出来 等于就是给商老板留着一番余地了 可是商老板不干了 跟这八个人玩命啊 怎么了你们就不干了 到底怎么回事 哥 我这干这么长时间了 我给的待遇又这么高 对不对啊 你给我讲清楚到底出什么事了 后边 在商老板的一再逼文下 这八个人才把实话说出来 他们说呀 这天晚上啊 两点多钟 我们几个都醒着了 都没睡 忽然间呢 就打在那那大木门呢 走进来个人来 我们当时打老远的 看着一个大黑影子 就觉得这木门怎么没惯上呢 可是再仔细一瞧啊 那木门是锁着的 这大黑影子是打木门透进来的 然后我们就害怕了 就都躲雾里边带着 也不敢动魂 结果等这大黑影子走进了 我们再一看呢 我的天哪 是个站着的大耗子 这耗子得多大个呢 怎么早也得有个老太太这么搞 挺高的 奔着咱那厂库 就这么飘过来了 我们当时吓得不敢动啊 严正着的看着他 就把咱厂库大门给开开了 开开完了之后 他就搁咱那厂库里边转悠 然后矮个看咱咽咽亚旦的这把口杠 看完之后 这玩意儿又慢慢的跑到大门呢 把大门开开了 然后啊 从大门外边 磁溜磁溜 钻进来得有一百多只 荒鼠狼子 我们这时候才明白啊 这掩巴前这大个的 这不是耗子啊 这是荒鼠狼子 只是说长得跟人一样 他是站着走的 而且比普通的黄鼠狼子 得大处十个去 所以 尚老板呢 我们几个对不住您了 昨天正是没敢出去 但是 这到后边 我们这一看才明白 亏了没出去啊 尚老板呢 您别怪我们呢 出去了 咱也弄不了他呀 您知道他们怎么透咱亚旦吗 他们不用把杠杆陷开 也不用把杠杆打破了 那个大黄鼠狼子呀 直接渗手 能渗进咱杠里边去 咱杠整个在他手里边 就是没用的东西 他能从里边 直接一把一把的 把咱亚旦抱出来 然后抱完呢 他就放在旁边的酒地上 然后 剩下的那些小黄鼠狼子 一人抱着俩亚旦 一人抱着俩亚旦 就往外边晕了 要不说前些日子 小兴则说 说他看见有小孩 有小鬼往外晕 晕亚旦吗 你还记着吗 所以说小兴子他没胡说八道 他指定就是上次咱丢亚旦 让他给瞧见了 可是小兴子不知道 那不是小鬼 那是黄鼠狼子呀 好嘛 这一番说辞 把当时商老板给说懵了 我跟您说 这换谁谁也不信呢 一人多高的黄鼠狼子 而且剩下的小黄鼠狼子 还会晕鸭蛋 并且这黄鼠狼子 还能透过门板 透过钢 这不是胡说吗 但是那是您想的 商老板他可相信的 因为前些日子 本来就封了一个伙计 丢了八缸鸭蛋 并且昨个 新的八缸鸭蛋又没了 商老板这一下就嗨了怕了 这可坏了 麻烦了 我这八成是要百家呀 这是让黄先盯上了 黄先要是想盯上谁家 想搬空了他们家 想祸害他们家 这家人是逃不掉的 所以这一下子 商老板可就愁上了 这怎么办呢 但是朋友们 谁没个俩仨朋友啊 对不对啊 商老板的边上的 一些好朋友们 就开始为商老板担心 就给商老板出谋划策 结果 有这么一个哥们 这哥们平时 跟商老板走得特别近 他呢 对商老板的事 特别上心 所以就拿北京和天津 有这么 之间的一个 叫大营房的地界 请来了个跳大神的 这人据说在当地相传 特别厉害 有两把刷子 所以就把他介绍 给商老板认识了 结果这个人呢 来了之后 了解完了情况 当着大家面掐指一算 立马一拍大腿 告诉商老板说 老板呢 我跟您说呀 你这事你别担心 这事败不了价 这不是黄仙 瞧上您了 要给您捣乱 这是有人幕后主使 是有人 瞧上您这八缸鸭单 老板当时一听 您这话是怎么说的 谁 祸害我这亚单呢 然后这跳大神的说 哎呀 那这我就不清楚了 您琢磨琢磨 您跟谁有过劲吧 八成就是这个人干的 而且啊 您琢磨琢磨 这黄鼠狼子 是不吃咸的 他们不吃鸭单的 他们偷您这干什么呀 这百分之百 是有人幕后操作的 商老板当时脑子 缓不过神来呀 啊 怎么个幕后操作呀 我不太明白 这人还能操作黄仙 结果这跳大神的 呵呵一笑 告诉商老板说 哎 连我徒弟都会 更何况人家花 重金找来的人呢 完了 在场的人 让这人也说 都给说麻了 所有人是目瞪口呆呀 蒙了圈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这是惹了谁了呀 结果呀 经过商老板的一方思索 自己拿笔写出来的一张单子 这张单子上面的人 全是跟商老板有过过节的 然后 这身边的朋友们 就又开始给商老板出谋划子 最终 经过晚上 跟几个开完会 最后决定 每人帮着商老板 拿出点钱来 因为朋友有难嘛 都帮忙 其实商老板不缺着钱 只是大家的一份情意 然后集资起来呢 集资了这么一百来大洋 准备找天津当时的一个 比较出名的侦探 想让他给破获这件事 结果是没成想啊 这一百大洋是白花了呀 给了这侦探之后 调查了足足一个月 什么都没查出来 当时商老板是无比的失望 可是就在到了年根底下 一个姓赵的商号 他们家商号是卖烟咸菜的 没卖过烟咸牙蛋 可是到了年根底下 他就开始啊 在天津市放货 大量的放这咸牙蛋了 那这一下子商老板 就不乐意了呀 对吧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家没卖过咸牙蛋 这咸牙蛋哪来的 不会是我那十六缸咸牙蛋吧 结果商老板身边的朋友 就开始说三刀子的 全都建议商老板 你呀再花点钱 找人弄弄这个老赵吧 我们总感觉八成 是这赵老板害的你 结果果不其然的 商老板听了朋友的话 又拿出了二百多大洋 驶到了当时的警察队里边 然后把这钱呢 就给了警察队的队长 队长带人 就找这赵家查去了 好嘛 咱们一查呀 是在他们家查出来了 大批的咸牙蛋 并且这些咸牙蛋呢 商老板都认识 他知道 因为牙蛋是自己 打河北省收过来的 河北省自古养牙子 这些牙蛋多的个 他心里都有书 商老板一看 这就是我们家的牙蛋 并且连卤水里边那味道 商老板都熟悉 结果到了后边 这么一审 这才从赵老板的嘴里边 把真实的事给审出来 这赵老板当时是这么说的 对 我承认了 就是我们干的 怎么着吧 他欣赏的 自打来到天井市 从他爷爷那边 就扰乱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祖上干这行业 干了七代人了 都没卖过接个价 咱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来的 把这整个行事啊 全部弄烂了 弄得我们四五个 干着眼干货的上铺 活不下去啊 我们能够联合起来办的吗 人呐 是我们几个人 打滚外请来的 人家在奉天 那是楚明的师父 这回 你们就算是把我呆了 也没用 我们给师父使了钱了 师父跟这兴上的 脑上掉了 我们 非把这兴上的 给他砸沉了不可 完了 朋友们 果不其然 虽说这案子破了 把这赵老板给逮起来了 但是 后边没有二年 这 商老板的生意就败了 并且败的是特别的惨的 然后 回到山西 老家去了 好了 朋友们 这故事 给大家说了 这故事 必须得讲 再不讲啊 就真失传了 好了 那今天咱就到这了 朋友们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